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我们的家庭咖啡饺系列 那我们上半年呢跑了挺多地方 拍了很多期的Travel for Coffee这个系列的视频 那接下来呢趁着我这段时间出门不多 然后呢我会多拍一些家庭咖啡制作这类的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带来一个一斗两喝的做法 那经常喝茶的人知道茶可以泡上很多次 咖啡能不能像茶一样多泡几次 那今天呢我想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一咖两泡 那所以说呢我今天也带来了一款烟熏小种呢和咖啡一起来做一个多次冲泡的喝法 这边呢我会冲这个烟熏小种 这边呢我会冲我们的咖啡 那今天呢我用到的咖啡是我们的艾塞俄比亚的橙花 为什么要用的橙花是因为一咖两泡呢我用到的方法是第一泡会用一个热水闷蒸冷水萃取的这样的方法 那第二泡呢我会用到正常的热水来冲泡 所以说呢我就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新的这种浅烘焙的这个橙花 它就很适合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 我先称15克的咖啡豆 热水焖蒸冷水萃取 右边这个呢是橙花 茶放在左边 这个是烟熏小种 那这把壶呢是我刚才烧开的热水 这把壶呢是冷水 等下的话呢我会用冷水做低泡咖啡的 那我们先做一个闷蒸 闷蒸的时候那这两个都是用热水 好 那接下来的话闷蒸完之后我就用热水冲泡茶 然后用冷水冲泡咖啡挑战一下左右开工 好吧 哇这个很考验协调力 等下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第一泡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先留着我们等下做第二泡 我先喝一下这个热闷冷脆的咖啡 可能咖啡的颜色稍微的深了那么一点点是因为它的浓度更浓一些 哇好柔和甜橙和橘子的这种感觉 我再喝下茶 哇这个烟熏小种喝起来就是有点古物 然后红枣 煮了红枣的那个香气 特别舒服 哇喝完了 就是这两个咖啡这个味道呢 它就是明显的这种果酸 柑橘然后橙子果肉的这种感觉 这种调性呢会偏酸甜感一些 烟熏小种的这个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古色 古香的烟熏的松树木质的香味 那这是我们做的这个第一泡 第一泡呢咖啡我是用的冷水 所以说呢第二泡的话呢我就用热水来提高萃取率 再喝一喝咖啡的第二泡的味道 我把刚才的这个再放上来 烧开的水 然后呢一次来冲泡 哎我感觉真的玩咖啡就是这样玩出来的 冲茶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因为它毕竟过滤的速度会非常快 你看第二泡的这个液体的颜色 它就更接近了对不对 我先喝下咖啡 第二泡咖啡呢其实感觉整个浓度就会低很多 另外呢它的整个风味的层次感会略弱一些 但是呢整体很柔和 虽然说它的风味感不强了 但是呢整体的口感干净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茶的话呢其实它第一泡和第二泡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 区别不大这是第一泡的咖啡 然后第一泡的咖啡 你可以看液体它的明显颜色会更深一些 它的萃取率它里面的咖啡物质会更多一些对吧 然后第二泡呢它就明显就变成了这种浅棕色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比了这两个味道了之后呢就是第一泡很明显它的这种果肉感啊 它的这种风味很明显 然后第二泡呢就是少了这种层次感 其实泡咖啡呢和泡茶虽然说在根本上有一些差别 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方法方式是可以互相来结合在一起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就是想分享尝试一下这个咖啡的一豆两喝的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咖啡豆还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泡两次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在家里边用这样的方式来自己玩一玩 我觉得喝咖啡没有必要一定被框在这个条条框框里边对吧 大家喝的开心好玩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然后咖啡是哪些更大事吧 咖啡嗨 然后咖啡是哪些事吧 咖啡嗨 这边咖啡嗨 咖啡嗨